這次我們要到台南輕旅行 現在都不知道台南 為什麼也是要分不同天在不同地方擺攤 剛剛洗完澡之後真的是通體舒暢 來吃一次就可以了 沒有我喜歡的乾煎拭目魚肚 而且常見人說 這去漢公說中壢的海鮮粥比較好吃 我覺得瓜街這幾年稍微有一點改變 一路走過來的路上其實蠻多店家在裝潢的 媽媽很早就開始叫小女孩擺拍 很厲害 這次我們要到台南輕旅行 這次的台南輕旅行 我們沒有任何規劃也沒有任何目的 打算玩到哪拍到哪 那我們剛剛從台北往台南的高速公路上 就是小塞小塞小塞 所以有點尿急尿急尿急 就立刻呢 上網查了一下 全台排名前五名的休息站 就包含了這個 泰安休息站啦 所以我們剛剛就立刻轉進來 休息一下 那順便上個廁所 那這邊呢其實停車位還蠻多的 那廁所也蠻乾淨的 除此之外 也還有蠻多吃的跟喝的 包含了麥當勞 還有星巴克 還有我身後的裝置藝術 所以呢 如果長途跋涉的人 可以不妨呢 來這個泰安休息站 稍微休息一下 小休息片刻 順便拍個照打個卡 那我們呢休息完之後呢 就要繼續往南部移動啦 持續Go Go 好的我們已經到台南了 真的是很久的車程 然後我們剛才進去硬房間了 現在呢 來帶大家retour 以前在台南逛夜市呢 有個順口流叫做 大大五花大五花 那今年2024年最新呢 改了 那我們剛剛在計程車上面呢 問了一下司機大哥 司機大哥說呢 現在大東夜市跟武生夜市 都各開一天 所以呢 稍微跟以前有點不一樣 所以記得大家來夜市之前 要來特別查一下 今天開哪個夜市 那我們馬上就要進去 我們的花園夜市 找好吃的美食跟料理囉 Go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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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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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以集中人潮 也集中攀包 所以我們剛在花園夜市的時候 真的是人擠人擠到爆 但是我們還是努力找了一些小吃來吃 像我們剛剛吃了炸魷魚 然後炸炒雞排 還有炸臭豆腐 還有棺材飯 還有烤鳥蛋 還買兩杯飲料 但是因為那邊的人潮太多了 所以就只能邊走邊吃 然後在花園夜市裡面 其實除了吃的 也有玩的 也有買的 所以算是一個蠻多元的一個夜市 所以大家來台南的話 還是可以到花園夜市走走逛逛 只是要享受一下原子源的感覺 那剛剛一開花園夜市之後 我就來到我每次來台南必來的 阿江炒扇魚麵 那來到這邊隔壁就有一間很有名的 胡鬚中牛肉湯 所以等一下都會一起把它收編起來 那阿江扇魚麵是算是偏甜口味的 炒扇魚麵 那我知道很多人對於扇魚麵都有不同的選擇 但是我個人是喜歡阿江炒扇扇魚麵啦 那這是老牌子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囉 我可以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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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貧眼的 想玩吧 我可以玩吧 好玩啦 大家知道 你會玩吧 我可以玩吧 你會玩吧 我可以玩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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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身为小资助的我们呢 最后还是决定到饭店旁边的国华街 现在逛逛 省下一天的停车费 那来到国华街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满满的人潮 这么多年还是依然没有改变 不过呢 我发现一些小巷弄里面 多了一些网美的咖啡店 或网美的一些小景点 所以可以拍拍到达达卡 那国华街的旁边呢 就是永乐市场啦 所以可以从头吃到尾 然后再到国华街这边 找一些小台湾小市集 逛逛走走 那等一下再寻宝一下 看看有什么多的 好的新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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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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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现在在泰城水果店 持续观光客的行程 那我觉得国华街 这几年稍微有点改变 一路走过来的路上呢 其实蛮多店家在装潢的 也蛮多店是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自己熟悉的店家 我只能先挑我比较熟悉的 好吃的 试试看 那如果大家有来的话呢 记得来这边 国华街的时候 记得上网看一下 自己的店还在不在 然后呢一些新的店家 大家也可以Google看一下 评价好不好吃 因为我刚刚经过几家店 是蛮新的啦 但是不确定好不好吃 那大家都可以自己再试试看喔 那马上来吃冰啦 好的我们离开国华街了 那先到成日若以前 赶快到台南美术馆二馆 记得是二馆喔 不是一馆喔 二馆是新的 那现在呢趁这个时间 赶快到那边 就可以同时感受白天 跟晚上不同的风情 那同时也可以拍照打卡 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啦 GoGo 好 妈妈 很早就开始叫小女孩 摆拍 很厉害 那妹穿的 哈哈 好的 输人不输症 妹妹从小就练习走台步 摆拍 我现在也要来走台步 摆拍一下 嗯 三二一 Go 我今天服装不对啦 来到台南美术馆二馆啦 来的时间非常的刚好 就是这一种太阳西沉西落的感觉 那我们刚刚呢到了美术馆之后呢 从一楼爬到顶楼上来呢 每一层楼都每一层楼不同的感觉 那最重要就是他们把 装置艺术跟绿色植栽建筑融合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 让我们感觉就是整个台南美术馆就是一个 很惬意悠闲的地方 那到了这个顶楼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大台南的氛围跟感觉 那同时有老屋改造 跟新建物的这一种融合的冲突美感 其实是蛮不错的 那到这边就可以坐在这慢慢享受体验一下 顺便呢等晚上台南美术馆打灯的时候 灯打亮起来之后呢 就又有不同的浪漫氛围啦 那我们就稍微稍等一片刻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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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